大家好,我是Brian from Syntax Technologies 如果大家对SQL Accounting System有兴趣 需要购买,接受训练,需要资源 或者来我们的一天文凭课程 你们可以直接联络我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除此之外 你们也可以到我的网站 syntax.com.my 去到YouTube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做的 其他的课程for SQL Accounting System 或者Payroll 我们有短片和一些客户的访问 你们也可以来到我的Facebook 是facebook.com.syntax.technologies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和其他用户 或者粉丝的交流 从我们的问答之中 你可以学到其他一些资讯 在这里我也会写一些文章 和每一天的一个很短的tips 去怎样应用SQL Accounting System 请求你们帮我给一个赞 like like我 好 今天我会教大家怎样做文件的储备和恢复 也就是backup and restore 首先 我们要确定在你的c drive 或者其他drive里面 有一个folder 叫做sql accounting 或者sql backup ok 当每一天 当你做完工之后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储备 也就是去file backup database yellowfolder 去找刚才那个 sql backup folder 再c sql backup 然后按backup ok 这一点很重要 是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都不会去做这个backup 或者 他们会直接把backup backup去pandrive 这是一个不这么妥当的行为 因为 最直接和最安全的办法 是直接把它 backup去c drive里面 sql的backup file 它是 融合了你的公司名字 和当天的日期 所以 你不需要担心 你需要rename它 如果明天 你又做多一份费 copy的话 它就会是ABC 然后明天的日期 当你做完了这个步骤之后 你才插进你的pen drive 然后right click send去你的pen drive 所以 至少 永远要有两份backup 一个在你电脑里面 另一个在你的backup pen drive 这是因为 如果 发生任何行情 你需要我们支援的话 backup file 就是你唯一的救命草 好 你会做backup的 for example 你今天 在公司做不完 你的工作 你需要带回家做 所以你就做一份backup 回到这样 你做一个restore 怎样去做restore的 就是在 Login screen 好 像昨天我所说的 你就去right click 这个title 选 card book manager new 然后 restore from backup 所以如果你是带回家的话 同样的 不要 directly restore from your pen drive 把pen drive 那个backup folder 抄去 你的 c drive里面 然后restore from backup yellow folder 到转回来 到转回来 你就要去c drive 找sql backup folder 找 当天的 backup file 还记得我所教的 当你create new company 或者做restore的时候 一样 你要放 公司 名字 名字 和当天的日期 例如 100 307 C30 在sql里面 你不可以有同样的 backup database file name 因为这个会crash 它不会允许你 这样走 而且我所说过的 当你做restore之后 你的公司名字是1 可是我们就会以database file name去做一个区分 然后我们选最下面一个 你看 如果你没有区分它的话 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新的 我们选最后一个 然后admin 这就做成restore 如果你确定 你所达的transactions是完全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造common profile 打当天的旗 而去做一个区分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区别 因为我们不要有两个选择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回accountable manager 把之前所不要的backlink delete了它 按no 按yes admin password 这样你就可以把 你所不需要的那些company delete了它 所以永远只是有一个database 这个就是如何去做一个backup和restore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 你们可以直接联络我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谢谢 那么 我得到这些了 改参有提的 我可以去找到了 发生的